无人机的原生宇宙终于开播了 然而隔了两天的时间 仍然没有一个很播放量 是你们不爱了吗 在第一集中 无人机作者设定了马桶宇宙的来源 虽然里面并没有出现马桶人 也没有出现长得像泰坦的泰坦 但是三个种族的设定 与现在的马桶宇宙的阵营划分 似乎只能牵强地扯在一起 难道这就是你们不喜欢看的原因吗 先不说这些 无人机的制作水平保持在线 我们先一起来看原片 然后再做解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accomp athlete 电话——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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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 4 3 5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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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ühl up lies as the latest against the plane of the human forces from beyond the stars the first wave of the world was reflectionless as the legions quickly dismantled melissa pushing the enemy back into their wounds united by a share of murders 在此,他們追求他們的戰略, 不知他們的祝福, 他們的祝福是這個威脅。 當他們的威脅, 他們的戰略, 他們的土地, 賣賣賣賣賣。 他們的威脅, were then threatened to overwhelm the region This was not a harm for human But from the shadow emerged an unexpected alien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t known as the Drone Man With their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region found a gleamer of hope allowing them to stand toe to toe against the total of human beings As time passed by, the Legion has attacked. They realized that to combat the monster, the beast of the universe, they needed to create their own. Thus, the Titans, the locals of the Legion, emboarding the united of nations standing together. Yet, the invasion was far from us. As the waves of attack continue. Dead, the Titans fall before us. Dead, the mission come on before us. Dead, the sword of the enemy. Dead, the sword of the enemy. I am the enemy, the enemy. Dead The commandments are nowados. Dead.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animals. 皆 have seen in the 67 Gods of the U.S. 新人已经开始入侵这个宇宙 还好这个宇宙的原生著名 提前做好了防御准备 将战场防御建立在无人的丘陵地带 应该是没有危及到真正的城市核心区域 这是猜的 在预告中没有出现城市场景 在这次第一集中 一样没有出现城市场景 战争打的是资源 所以原著名的根基没有被破坏 是合理的预测 可以看到外星科技的强大 一架战机就可以牵制超大的区域 而原著名的战力 此时还是常规热武器 加上战车和防御炮阵这样子 只有外星敌人玩得比较骚气 才会在枪林弹雨当中 送掉自己的小命 等到真正的外星主力战舰出现 原著名的防御就完全看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可以推定一下 外星敌人有些不可告人的隐藏秘密 或者是单纯的恶趣味 在这里调戏原著名 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宇宙的资源 所以他们派出了地面战斗小队开始战斗 两边的战力非常的悬殊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只看到原著名被肆虐的枪炮爆裂成渣 外星地面部队的护甲十分强硬 原著名的武器甚至连破防都做不到 但是原著名仍然死战不退 撑住最后一道防线 直到身先士族的指挥官 在外星队长的臭猪蹄下壮烈牺牲 也就宣告这片区域的战斗结束 外星敌人获得了完美的胜利 假如事情不发生改观 这个宇宙一主的状况就要发生 到了这里 作者添加了字幕 我们可以在旁白的描述下了解这个宇宙之后发生的事情 原著名在外星敌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 但是仍然用生命顽强地坚守住了文明的火种 但是打退了一次外星敌人 还有第二次的进攻 本来充满希望的战斗逐渐变成残酷的绝望 不过原著名抗压能力极强 战争科技在不断的失败中疯狂攀升 逐渐在装备上赶上了外星敌人 从一开始完全不破防的绝望 到现在可以凭借人数优势开始反攻 收复一个又一个的阵地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但是外星敌人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恐怖 当黑烟当中出现那个巨大的阴影的时候 所有的原著名才发现自己的挣扎 只是徒劳 曾经在眼中重新燃起的光 再也没有亮起来的可能 当外星敌人真正开始展现争吟的时候 他们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事情的发展永远赶不上变化 当原著名只能麻木地反抗的时候 另一个高等智慧生命体来到了这个宇宙 直接就选择原著名的阵营 给他们带来了能够匹敌外星敌人的科技 同时他们自己也加入到战争当中 帮助原著名成功地抵挡住了外星敌人的进攻 原著名在战斗的过程中 发现了胜利的关键 认为自己的阵营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泰坦 然后成功地在机甲人的帮助下 成功制造出了一个不知名的泰坦 这个泰坦的模型有些不好评价 给人一种明明很普通 但是却又有秘之自信的样子 不过他的出场派头给的还是很足 所有的原著名都愿意跟随他冲锋陷阵 也许是打过几次胜仗 也可能一切都是幻想 当他面对外星主舰时 一发能量炮就让原著名的图腾消失得无影无踪 无法想象这给原著名带来了多么炸裂的震撼 但是死亡已经是这颗星球的终结 从第一集的内容来看无人机起源似乎已经结束 不过预告当中出现的泰坦们还没有登场 所以具体剧情会以何种方式发展 是在起源中闪回 还是在起源后进行 一切都得等待无人机的答案